有异心的半路夫妻最在乎什么? 在现实生活中,大多数重组的半路夫妻都没有几个是真心相爱的,往往打火过日子。 有人说,离婚了就不要再二婚夫妻,永远是贼,两个人也都走不进对方心里。 那些有孩子的,心里装的可能是孩子,没孩子的,心里装的可能是自己。 既然如此,那么有异心的半路夫妻最在乎什么呢? 是感情,孩子,还是钱财? 先说感情,其实在离婚后,很少有人会用真心去挨了,大多都自在窥杂,怕再受伤。 但凡事无绝对,也有二婚幸福的夫妻,两个人都相见很晚,找到真正对自己好的另一半。 其次,再说孩子,孩子是二婚夫妻最难以接受的,尤其是离婚到孩子的女人。 女人,带个女孩倒无所谓,但带个男孩就不一样了,因为男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给别人养儿子。 养大了,还要帮别人的儿子成家,买车买房等等。 说完上面的感情和孩子,我认为半路夫妻最在乎的就是这一点,财产。 要知道,半路夫妻之所以难相处,难就难在孩子和财产这两点。 论在乎 财产往往比孩子更生丑,因为离过婚的人,尤其是那些经济不独立的,会明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 没有钱,生活寸步难进。 没有钱,孩子想要的玩具你买不起。 没有钱,你会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和小贩讨价还家。 所以,钱就成了安全感,同时,也是半路夫妻最在乎的。 有的半路夫妻在一起,没有真爱,把对方当成朋友对待。 两个人,他什么都可以,但唯独谈钱色变,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。 朋友琪琪是个二婚,而现任老公经常在钱上吵闹不断。 琪琪当初和他坐在一起,也是看着了他这个人离婚没带孩子。 对他也挺好,就将就的和他凑撑一对。 但在婚后,这是因为他没带孩子,所以才在乎花钱。 只要琪琪管他要钱,他就心里不痛快,总觉得琪琪是在算计他。 琪琪和他相处后也能看出来,他一不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,认为是在帮别人养孩子。 而是怕琪琪拿他的钱去补贴娘家,总之就是对琪琪不先任,有异性。 俗话说,女人越离越胆大,男人越离越胆小。 他就是这种心理,毕竟,头昏已经让他跌倒一次,再跌倒,就很难再爬起来了。 最后,琪琪选择了和他爱爱,两个人就在同一个屋檐下将就过日子。 所以,有一心的夫妻,无论是头昏还是二婚,坦承相待很重要。 说不到这一点,两个人又没有感情基础,很容易走散。